愿度服输 这是你的 李延 你怎么舒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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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我找不着你 我以为你又丢了呢 你去买糖葫芦了 对了 你没带钱 怎么买糖葫芦的 不是你有钱啊 是啊 我把你赌赢的钱 都买糖葫芦了 好啊你 那么多钱就只买了一串 君父祭贫嘛 说实话 你和我在一起 是福分吗 吃你的糖葫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从前有位男子狩猎时 差点射到一只狐狸幻化成的女子 男子很喜欢那女子 回来和面面不忘 男子回家后 一位祭祀跟他说 他必须在那个时刻 再拿一位夫人 于是 男子又返回林中 去寻找那只狐 但没想到 他带回的 却是另一只狐 男子虽然有些遗憾 但渐渐地 他发现带回来的这只狐 更加可爱 而且重情重义 还与世无争 淡薄名利 男子深深地爱上了这只狐 但这只狐 始终怀念他从前的生活 一次他偷偷地跑出去 想回到林中 谁知男子的一个女儿跟了去 狐虽然到了林边 也可以带走男子的女儿 但他很善良 最终还是带着孩子 回到了男子身边 那只狐自小生活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中 所以他的性格变得隐忍 倔强 害怕受伤害 男子可以感受到那只狐 内心的感受 他希望 他活得自如自在 不要再隐忍 不要太要强 不要试试勉强自己 因为他知道 那只狐的内心 其实是最柔软 人人都说 做王的 必须要羽露均洒 责备苍生 但是我 不想做那样的话 我是那只狐 是狐狸时的 还是坐灵徽家的那只 你不是我 你是王 是我的王 那你现在 可以回答我了 跟我在一起 是福分吗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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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